如果你真以为达芬奇只是画家 那就大错特错 其实他是远超爱迪生一样的神人 他通过强悍的大脑仿生小鸟的飞行轨迹 又根据轨迹 设计出全世界第一个载人风筝 不光如此 他还制作出了高速发射的连发大炮 放在中世纪绝对是核弹一般的存在 甚至为了偷渡 还搞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艘潜水艇 而如今面对上外人的围攻 更是制作出射成超远的轨道炮 一炮下去足以毁天灭地 可就算他是最接近神的男人 在童年也有非常不幸的遭遇 年幼时母亲抛弃了他 父亲因爱生恨 将所有的怨念都发泄在他身上 就这样他跌跌撞撞地长大成人 偶然间的机会知道自己母亲还活着 唯一的线索就是找到一本名叫《叶之书》的神书 为此他跋山涉水差点咳死一箱 可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但命运似乎跟他开了一个更大的玩笑 制作出的轨道炮第一个轰杀的目标 就是他母亲所在战舰 在父亲的提醒下 他只能通过望远镜看着那个近在咫尺的女人 面对民族大义 他现在不得不做出取舍 炮弹顺着炮管搜的一下就射了出去 在天空中画出一个非常漂亮的弧线击中目标 一番骑射过后 主舰直接被炸得稀巴烂 母亲也因此掉入大海生死不知 到了晚上其他人都在喝酒庆祝 阿方索更是丢出一袋金子作为奖励 可现在他内心无比煎熬 相见即是永别 气得将金子全都砸在他脸上 傍晚时分他再次来到天台 自己造出这么个杀气究竟是对事错 突然间他发现敌军燃烧的残骸有些不对劲 于是赶紧将这件事爆了上去 可阿方索非常自大 说明天一早 他们的战舰就能将他们一网打尽 等到了第二天 他早早到观望台查看 发现海面上全是白雾 这大晴天的根本就说不过去 等白雾散去 海面上出现了磁骑笔伏的爆炸声 达芬奇定睛一看顿时大胆工样 不知何时 奥斯曼的海军在海面下布置了无数的鱼雷 只要一有船只经过瞬间就会被炸得粉碎 阿方索的二十多艘战船消失在海面上 这下糟了 敌人还通过陆运的方式将战船运到近海 他们一时间乱了阵脚 等反应过来时对方的大炮已经射过来 情急之下赶紧使用轨道跑环机 奈何对方的火力实在太强了 打得他们毫无还手之力 达芬奇想不明白 为什么对方突然有这么快射速的武器 通过望远镜一看 那些东西竟然都是自己的发明 到底是谁出卖的情报 敌人的大军越来越近 现在他们不得不转移阵地 经过短暂的商议 他们要跟这群土耳其人真刀真枪地干一把 爆炸还在继续 这群人根本就是杯水车星 但面对身后的百姓他们不得不挺身而出 就在此时 数米后的城墙被轰出了口